Hello 我是Kelly 我們今天做一個朱古力牛油折花Cookie 首先我們需要用到的材料是牛油 這個牛油是在室溫放了5小時 它是很軟但又不是溶化 當你壓下去的時候它不會有任何的阻力 之後我們需要用的是糖霜 我們用糖霜的原因是因為它可以令曲奇更粉 而不是像砂糖一樣一粒粒的口感 我發現糖霜比較容易結粒 所以我會選擇過一過篩 把這個糖霜過篩之後 我們就用打蛋器把牛油和糖霜 攪拌均勻 攪拌到它非常軟身又滑 像buttercream一樣就對了 之後我們就處理乾材料 首先用到奶粉 奶粉的作用是令曲奇比較香 我這一包奶粉是在烘焙店買的 然後我們用鹽 高筋麵粉 低筋麵粉 是令曲奇會有一點點結構的 但是我們用低筋麵粉和粟粉 就是令曲奇很鬆化 然後就有可可粉 這個可可粉是無糖的 如果你想濃一點的話 就可以加多一點 如果你想它沒有那麼濃 就可以加少一點 因人而異的 我們用匙羹生味 攪拌均勻乾材料 然後用筋麵粉 然後用筋麵粉 好了 現在可以轉回膠管 把牛油和乾材料混合在一起 我會用一個按壓式的手勢 把所有東西混合在一起 直到沒有明顯的白色粉就可以了 在这个时候你可以首先预热定的焗炉去到150度 好了 用两个洁花袋搭在一起 用两个洁花袋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面团比较厚 如果只用一个的话就很容易爆 所以我就会这样做了 那珍妮小红曲奇用的洁花咀就是白焗的星形咀 所以我也是用这个同款洁花咀 我把一半多一点的面团放进一支花咀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舌这个曲奇了 想舌出Janice Bakery的经典形状是要一点点技巧的 竅门就是很大力地舌一下 然后慢慢地拉上来左右左右 很轻微的幅度拉上来 那就OK的了 面团本身不是很软身的 所以实际上来会有点吃力 手会很累 但是你慢慢练习 就会越来越得心愿手的了 我今次食谱就做了这个可可味 但是如果你想做绿茶味或者原味 甚至咖啡味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自己去调整这个食谱的 切好之后 我们就把它放在预热150度的焗炉 焗大约35至40分钟 耶 出炉了 这次这些曲奇我是用来送给人的 所以我就把它靓靓地排好在盒子里面 拿一脚出来给你看看 看多松化 试一口 嗯 很好吃 多谢大家收看 希望你like subscribe 还有分享给朋友 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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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